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 知识少时烦恼少 设人多处是非多 认识人太多了是非就多了 知道事情多了烦恼就多了 你每天看电视 每天看报纸 每天借出许许多多的信息 你怎么能不生烦恼啊 我烦恼比你少啊 为什么呢 你找烦恼我不找烦恼 我不看电视 我不看报纸 一年也省不少钱 没有这一笔开销 我对于这个世纪事情 我不希望知道 天天我看到的天下太平 都非常欢喜 人家问我今天 今天社会很安定没事 我居住这个地方 我所能够看得见的 听得到的 这个地方没事 很好啊 很正常啊 一天 能生活在这样环境 这叫幸福美满的生活 幸福美满的一天 天天是这样 那你幸福美满的一生 天天读经 跟佛菩萨生活在一起 你说你多快乐 如果每一天生烦恼 不定居 跟这个邪定居 他跟妖魔鬼怪生活在一起 你能不堕落吗 想不堕落都不可能 你修行经不起 人事的考验 环境 这个诱惑 你经不起 自己晓得 经不起 我就躲避 我就回避 尽量少接触 这就是智慧 有这个定功 有这个智慧 经得起 可以 没有智慧 没有定功 多一死不如少一死 少一死不如无死 这种智慧 都会能保住自己 能保住自己